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日记本 你好,我是阿图,好久不见 我又一次录了两期视频 现在是2018年的年底 大多数的up主都在回望2018年 我也来录一期过2018年计划的达成情况 以及2019年的展望 作为一个教育视频的up主 我的视频内容主要以教育为主 包括对外汉语各类的教学 也包括学生时代的学习方法时间规划 这样想想还是蛮杂的 不管你是学生还是老师教育类的问题 对留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也可以给我私信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日记本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有说 我在2019想做一些改变 想换一本日记本 但是因为姜子一直在路上 所以一直没有收到 我就后不及待的买了 又买了无音良品2019年的日记本 大家看一下我2018年 就是2018年的日记本的厚度 再看看2019年日记本的厚度 差别很大是不是 所以呢这过去2018年是满满的都是记忆 先介绍一下无音良品的日记本 最前面和最后面呢它是有那个夹线的 可以夹一些东西 打开以后的第一页 我会贴上这个标签 那在不同颜色的标签下呢会有不同的事项 因为这些事项是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事项 所以呢我需要用颜色标记一下 然后贴在这边和这边 让我自己很快的可以找到某个事项 我的完成度以及找到一些比较重要的 对这跟这个事项有关系的note 然后翻过来 无音良品这团是基本的 2018年和2019年 它会有一些小小的红红 像18年呢它直接就是一个年历 那像2019年的话呢 它剥了这么一个一整年的 这么一个小格子的日历 那我黄色标出来的其实是学校的假期 蓝色的是public holiday 在新年开始之前 我都会先把假期标出来 如果有任何其他的事项的话呢 我再往上面标就好了 我继续讲二点发言 就是这个 像这里的话呢 是一整个月的一个计划 那像这个贴着的小时 是我这个月看过比较好看的电影 比较推荐的书 以及比较有意思的电视节目 我都会把它贴在这里 提醒自己说我看过这些东西了 以后搬起来就没有事情的翻一翻 我看过这些书 是我自己比较推荐的 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或者写一些读后改 再往后就是它的weekly plan 这里是一个星期七天的日程 这边是可以做笔记的 有的时候呢 如果事情比较多的话 我会把checklist贴在这边 就会比较干净嘛 然后呢这翻下来下面会有一些note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的日程 那我像我这里的checklist写的是关于学习的一些video 有很多video我好像没有做过 在2019年可以逐渐的把这些video做出来 这就是我2018年的日记 就是小小的一些tips 那比较重头戏呢 这是在最后里面的这一张东西 对吧 重头戏 对 这一张东西呢 是我2018年和今年的年初写的一些年计划 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的完成情况 我的第一个计划是要学会颜色的搭配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开始 我不知道2019年有没有时间去学颜色的搭配 我是一个没有艺术细菌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计划2019年 反正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打算再学了 第三个计划是叫teaching job 就是找到一个教师类的工作 那2018年年底这段时间 我是几乎每天都在工作 然后也通过了2019的份工作的面试 所以说这个计划算是达成的 下一个第四个就是saving5000australian dollars 有5000澳币的存款 这个计划也是达成的 下面三个计划呢 是我公众平台粉丝量的一个计划 第一个计划是youtube100个粉丝 我现在youtube已经将近200个粉丝了 努努力明年达到更高的目标 下一个是bilibili20个粉丝 我非常感谢我bilibili的粉丝们 感谢你们找到我 因为我更新视频真的不是很频繁 但是20个粉丝的这个计划 早就达成了 现在应该是将近700个粉丝了吧 我不知道我发这个视频的时候 粉丝量能达到多少 最后一个计划是微博 我达到2000个粉丝 微博我没有达到要求 希望2019年可以超过 远远超过这个计划 这是2018年比较大的 对我自己来说比较难以完成的计划 就拜拜了 那2019年本来是想录一个视频给大家看 我在每一年开始其实怎么规划这个日记本 但是我也又把它们做完以后再给大家看 那一开始呢是这一公众号文章排版 公众号好像已经很久有更新了 那明年我的part time是一个新的只做两天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有时间把公众号文章有更新起来 那另外一面就这一面 是2019年的目标 Full time teaching job 因为现在就是part time 我希望到2019年年底 可以申请到全职的工作 也不管它是tentary还是permanent 我希望有一个全职的工作 所以就会更加的稳定 当然做part time没有part time的好处 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管理我的个人 社交平台更高的收入方面的目标 然后呢youtube希望达到300个以上的粉丝 bilibili2000个粉丝 现在想想确实有点 这个目标有点高 我要不要降低一点 然后是微博3000个粉丝 会开通我小文书的帐号 来分享更多好玩的资源 我用的比较好的物品这边 跟2018年一样 不同颜色的贴纸 然后某个项目的名称 再然后呢 我已经贴好2019年的小纸片 然后2019年可能会看到比较好的书 好的电影 好的节目 或者比较好的想法可能也会写在这边 最后面几页 其实两边都是那个记诺子的地方 那这个是关于教育 关于对外汉语类的 一些书单 相信我一年应该看不了这么多书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大概会浏览一些书 像这个 这是我那个咕咕鸡打出来的 咕咕鸡我也会在我的小红书里面 分享它的使用方法和使用心得 这就是我2018年的年计划 以及2019年的年计划 那如果你对时间管理类或者教育类的视频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或者给我留言和私信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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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